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厉害 确实很厉害 我也看到过他在无奥发的那几个点 确实脱壳上他已经没有必要再看我这一刻了 他已经完全的已经录了这个门槛了 还有没有人开始录了 还有没有别的同学搞定了 UPX的大表哥是我自己patch了一下UPX的壳段 然后让这个壳的IT更加难处理一点 看来大家都没怎么去看这节课的预计 那就直接开始吧 那我来说说大家在脱壳中普遍遇到的一些问题吧 首先大家一般来说脱壳嘛 大家都会首先查一查壳是吧 这些H大在以前都给大家讲过 比如说这个壳一看是UPX或者是ASP什么的 ASUPX 大家会觉得很开心 这个壳我会说 然后有些壳大家一查是吧 no information 什么PID会显示什么 什么都没有这种是吧 然后大家一看是个未知壳 哎呀 就未知壳怎么办呢 我也不会脱啊 然后就放弃了 然后或者一看有点屌的什么壳 什么SETP TMD 我黑命里喜欢把它叫做他秘密大 是吧 然后还有什么VIP什么 大家一看我墙壳 我也不会脱 那么大家有没有想过自己在查壳这个步骤的时候意义在哪呢 呃 其实我觉得查壳这个东西呢 最大意义在于我一查以后发现这个是什么壳 呃 我就可以找一个人家需要的脚本 然后跑一跑 然后把它脱了 是吧 而不是呃 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啊 呃 这壳我不了解 我不懂 呃 或者是这壳看起来好强 然后呃 我就心理上已经开始怕了 然后就把它放弃了 呃 我觉得这个这一点是不太好的 然后大家一般来说对壳 网上也有很多那种谣传什么 呃 这些误解吧 误解 一 加了壳的程序无法破解 是吧 呃 很明显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哦 加了壳的程序找不到四伏串 呃 这个观点还是错误的 为什么呢 呃 因为这些呃 无论加不加壳 程序都是能被破解的 程序也是可以找到字符串的 这么说吧 如果是这个程序上面的任何 任何字符 只要它是字符而不是图片的话 那么一定可以在内存中 或者在某一时刻的内存中找到 所以说呃 加了壳的程序找不到字符串和破解 这些都是呃 很多新手呃 对壳的一些误区吧 然后那么加壳到底是为了干啥的 比如说我要写一份情书写呃 呃 呃 跟一个呃 漂亮的姑娘出去吃麻辣烫是吧 我约她五点吃麻辣烫 那个漂亮的姑娘比如就叫呃 呃 Kido 是吧 然后呢 因为我不变 然后我需要叫我们的屁书帮我传递一下 但是我们的屁书他很坏知不知道 他会随便偷看 而且会改人家的改人家的信息是吧 然后他如果对呃 Kido也有暗慕之心的话 他把时间给改了 比如说改个六点或者是六点是吧 或者明天六点 明天六点吃麻辣烫 那Kido一看 哎呀 Less叫我约他吃麻辣烫 他肯定非常开心的就来了 但一看是明天六点 呃 然后他就明天六点去了 而我呢 而我今天五点 去等Kido吃麻辣烫 但是他人不在 那怎么办呢 呃 我 我们怎么才能 让这个 这条信息不被人家修改掉 大家觉得有什么办法呢 群里的朋友可以说一下意见吗 大家觉得这个信息我们怎么来保护它 大家可以 呃 呃 说出自己的各种想法吗 呃 群里有个朋友说了加密啊 加密是 确确实是一种 加密 对 比如说Kido五点钟吃麻辣烫 呃 我把如果 我把KK1234567890 1234567890 一共十个字是吧 我用1234567890表示 然后 我在呃 呃 这个 呃 这个 纸条的后面 写上1等于K 呃 等于 2等于I 这样 呃 呃 我不写了 我就这么个意思 写了这么个信息以后 那么我们看到的 呃 我给P书的纸条 就变成这样了 但是呃 呃 但是P书笨是吧 P书笨他看不出这是什么意思 所以说他也不好改 他一改哪里 他自己也不知道改哪里了 最后可能 呃 他瞎改 最后导致K2他自己也看不懂了 但K2比较聪明 他知道什么意思 然后 嗯 嗯 他拿到这个纸条以后 他能在脑海中 能在脑海中 把这句话给还原出来 是吧 大家觉得同意吗 他 他可以根据我这个转换的规律 然后可以在他的脑海中 把这句话给还原出来 但如果直接看呃 呃 如果是写在纸上面的话 他呃 呃 屁书就会感觉看不出来 看得很费劲 是吧 然后我们在脑壳中 壳的信息都是 壳的信息都是被压缩 或者被加密了 我们如果直接看呃 不把这个程序加载到内存 然后直接看的话 或者壳没有解码的话 我们直接看一下这个程序 它长什么样 比如说这个就是用了 UPX的压缩 是吧 我们来到他的代码段 你看他代码段都是 呃 零的 还有一种是代码段看起来 都是很多乱七八糟的数值的 呃 这种可能就是把 他的原来的数据 压缩加密了一下 把它压缩加密一下 藏了起来 然后等可可段这边解码的时候 他把自己的数据给解出来 然后把这个可段解出来 然后放到了 呃 然后再放回去 那么 这里就来了个问题 如果我们修改这个壳里面的字节 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 呃 大家看到没有 无法在本地数据中定位到什么什么什么 这种 就是说他在原来的这个呃 文件中找不到这个数据 比如说我们这里是呃 呃 这位置的一八什么 EF4E000 把它修改成 nofnof的时候 od 当我们选用od的 呃 复制到 ESC文件 然后他会说 这个数据找不到 但是我们不加可的话 是可以找到的 因为 加可了以后 这段本身是数据都是没有的 这段数据是没有的 然后他本身 开始算法定位的时候 呃 发现 这段数据是一什么 然后要把它修改成这什么 然后他呃 打开文件的时候 发现这里都是0 然后他说 这段数据无法定位 所以这就 起到了一种保护我们 呃 数据不会 不被修改的办法 但很多朋友 可能会说 让我们不管 我们强行把这里改成 1134 呃 这样强行改数据 这样行不行 这样也是不行的 因为 可断在解码的时候 会把这些数据给覆盖掉 所以你怎么呃 怎么修改 最后的数据 它就呃 保证了 解压出来的数据是 呃 它原有的完整的数据 那 那我们该怎么办 嗯 很多人啊 就是说脱壳嘛 那就脱呗 但是有些壳就是什么 强壳比如说很强 强到别人没法脱 那也有办法 那就嗯 打补丁 等可断的数据解码出来的时候 我们呃 呃 等可断 等可断的数据解码出来的时候 我们再给它修改 就是说我们的修改操作 只是在内存中是适用的 就像我们 在脑海中说的 呃 我们修 呃 我们修改数据直接更改一个人的思维 但是呃 不更改纸上的数据 一个人看 看的是A 我直接发个工是吧 呃 发个工 让他脑子里面看的是B 所以打补丁 看起来是一个很 很完美的解决方式啊 但是 打补丁也有打补丁的问题 因为打补丁呃 呃 对一个东西非常的重要 那就是实际 啊 群里面有很多朋友 应该做过破解吧 就是 有时候大家会呃 呃 呃 重启验证这种东西 打补丁 有时候会感到 一种 嗯 如何找这个时机感到 呃 非常的难感觉 大家有没有这个 感觉 再群里回答一下 就是说 呃 有些 有些程序 它是先验证 先验 先验证 然后 出窗体 是吧 然后大家 用的一些内存补丁都是 先打开程序 打开程序 呃 比如说出这个界面的时候 打开补丁 或者是 那种直接用补丁启动的 呃 补丁启动 呃 然后 呃 补丁启动啊 然后补丁启动的时候 嗯 然后那种 呃 呃 然后来破解 那种补丁 其实已经是 是一种 呃 一种妥协 就是 用补丁来 启动这个 呃 是多小吗 呃 这个时间转瞬即逝 呃 呃 授权的DL 是吧 大家应该 应该 可能看了 WIPOJ上面的教程 对 EXE的 SE授权 可能大家都能打上补丁 但是 呃 对于 DL的 SE授权 大家可能 都会感到一些无能 无能为力吧 那么 这时候脱壳的优势就体现了 我们只要把这个脱给呃 把这个壳给脱了 那么 我们就可以 随意的开始 更改这个文件的数据了 那么我讲了这么多 就是为了说明 脱壳 其实 这个技能 我们大家还是有必要学习的 呃 比如说 大家会网上经常看到一个词语 叫什么 脱壳 毁一生 破解穷三代 是吧 大家应该 大家应该都看过这句话吧 其实脱壳怎么说呢 脱壳确实是一件很费精力的事情 而且 可以说 付出不一定有回报 而且 付出跟回报的比例 呃 非常不一样 但是我们学习脱壳 我们 并 并不是为了脱壳而脱壳 我们可以在脱壳过程中学到很多知识 第一点 我们学习脱壳可以学习PE结构 PE结构 这个东西呢 如果你做病毒分析 对分析一些感染性病毒 是非常有用的 你熟悉PE结构以后 你对分析这种病毒会有很大的提高 然后第二点是熟悉OD的脚本 大家在平时破解过程中有没有用过 呃 OD的脚本 而不是在脱壳 大家 有的 直接在群里说吗 我都看着呢 互动起来是吧 大家 群里都没人说话 嗯 那个 有个叫小人物大智慧的 你经常用OD的脚本 你用脚本在执行什么呢 如果不是脱壳的话 就是平时破解的话 你用到OD脚本 你在 你用脚本在什么呢 在干什么 呃 减速 简化繁琐的调试 确实啊 因为有可能 期前工作需要很多 大家需要做很多事 写个脚本都完了 但是一般 我看网上的一些教程 关于 嗯 脚本 就用在破解上面的脚本 编写 大家 呃 我看我看到的是比较少 不知有没有 然后 大家应该记得 H大在给你们上的第一节课中 脱壳的流程是怎么样的 首先我们需要一个调试器是吧 我总结了一下 首先 我们 要有一个调试器 然后 被脱壳的文件 然后我们把 啊 这个脱壳的文件放到调试器里面 走到 OEP是吧 调试到 OEP 然后 dump这个文件 然后修复 IAT 是吧 大家觉得 呃 有没有漏下什么步骤 大家看直播的 可以在群里说一下 有没有漏下什么步骤 或者大家觉得脱壳中还有 呃 就是 D杰克 H大 讲的那些东西里面 还有 必要的步骤 大家觉得有没有缺 我 在我看了啊 就是这么几个步骤 从 至目前 到目前为止 我们在 我而破解 这个 系列课里面 传授的 嗯 优化什么 我们暂时不提 就是优化的工作 我们就交给处女座的同学 去完成了 我 比如说我 我一个壳 加出来的程序 以前是 20K 嗯 加完壳 变成 200K 被我脱完变成两兆 这我是都能接受到 但有些 处女座的同学 完全无法接受 然后 如果我们 是一个壳的设计者 我们就可以在这几点上面 握手 让它 阻碍我们进行脱壳 比如说调试器这个问题很简单 是吧 我们反调试 然后被脱的文 被脱壳的文件 我 呃 感觉看来这个 我们每个人都是可以 拿到的嘛 这个没有什么好好的办法 就是说所谓的VIP文件 那不让你拿到 那就没办法了 是吧 然后OEP呢 大家都应该听过吧 就是 呃 偷OEP 或者是 藏OEP 就是把OEP的几个 字节的代码或者什么 呃 偷偷的移走是吧 用自己的代码把它弃换掉 然后 让大家看来这个OEP 不像我们正常的OEP 呃 对 有 群里面有朋友说是 送扣的 对 就是那种 偷自己 呃 偷代码的那种 可 然后 反反Dump就是 用一些 呃 有些比较恶心的手段 比如说 大家如果 呃 看过P文件结构的 应该知道有个 B BS 区端是吧 然后这个区端就能 实现反Dump 这个如果 大家有兴趣 想深入学的话 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这个壳的特性 听说 某 互联网公司 招面 面试题就问了一个 点BS 这个 结有什么用 真的 大家累积些 这些经验 大家如果以后 呃 想在这个方向发展 呃 这些 这些东西大家都可以了解一下 然后就是 修R 修RIT嘛 大家修RIT都是用 大家修RIT都是用 呃工具自动识别出来吧 就是 呃 把这个工具识别出 这些RIT是 RIT是哪些函数 然后用工具自己修复的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OPX的大表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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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填上它的OEP 啊 这些 它这里写的所有的RIT都是否 大家在 TALK的时候有没有用到过 呃 有没有遇到过 就是所有的RIT都是否否否否否 它这些函数都识别不出来 大家 大家如果 对一些 强盒进行过 尝试脱壳 或者当初 呃 遥远的时候 自己 自己看了什么乱七八糟教程 感觉天下无敌了 然后 各种事 发现各种碰壁是吧 啊 各种跟教程上面的东西都不一样 人 教程里面都是事啊 为啥我自己 搞了一个壳 嗯 搞了一个壳 看起来 挺弱小的 我来欺负它一下 但是 呃 修RIT的时候 瞬间傻逼了是吧 都是 都是否 那 为什么会否呢 但是 而且 为什么有些壳 呃 这些都是否的话 会不会影响程序的应许呢 大家知不知道 程序里面为啥要用 呃 为啥会有RIT这种东西啊 大家 群里的朋友对 RIT有了解了吗 黑屏了吗 没有黑屏吧 哦 哦 那就行 大家 大家 有没有 了解过RIT这个东西啊 呃 对 蚯蚓说的很对啊 这个RIT是这个 呃 导入地质 表的那个缩写 但是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RIT 到底是 什么用的 那 大家 肯定有写过程序 或者用语言 什么任何语言 写过程序 呃 的经验吧 我 我觉得我们群里大部分人 都会有这种经验 比如说 我在 写程序的 我写个 写个 对话框是吧 然后他 他程序就会跳出一个对话框 或者我写一个 呃 呃 这个信息框 他就弹出个信息框 写个对话框 他就弹出信息 对话框 在我们写 代码的时候 都是 写了一个名字啊 但我们没有具体 写它 怎么实现的 比如说我这个 呃 信息框 头上这段是蓝的 然后这里是灰的 这里呢 写是呃 呃 然后这个拖来拖去 呃 我拖一下才能动 这些代码我们都没写吧 嗯 那么这些代码我们没写 但是它确实是存在的 不然我们拖这个 对话框的时候 他也不会让我们拖是吧 这些 所以我们 可以 其实我们 呃 呃 我说到这儿大家有些人 可能就会 推测出这些代码 其实是 系统自带的 呃 系统的开发者 或者说 系统 系统的设计者 为了我我们 后续的开发人员 得到方便 是吧 呃 呃 就可以给我们提前留下了接口 就是说我们访问这个函数 我们可以直接调用系统给我们提供的函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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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化我们自己编程上面的一些代码量 比如说我不要我要跳个message box 我要跳个呃 这种 哎 窗口 我们直接用系统给我们的函数就行了 然后 嗯 不需要我们自己再给他编写代码了 是吧 大家 可能 用一元的可能大家都 应该有体会吧 就是我要用什么 我直接告诉他用什么就行了 而我自己写的代码却 应该比较少嘛 除了算法部分 那么 既然系统要给我们 呃 提供函数 那么 他肯定要告诉我们程序 这个函数的地址在哪吧 有 我觉得有任何破解经验的人 都 都会遇到这种科函数 是吧 科函数后面跟了一个地址 那么 就是呃 直接调用这函数的地址了 比如说我要调用系统的呃 message box 这个函数 然后他可能就直接呃 这句话就变成了call message box的地址 这个大家可以理解吧 但是 大家有没有想过 我们 用的系统 不止一种 比如说 现在可能有人还在用呃 windows2000 什么windows98 然后 我们可能有的人用的是呃 windowsXP 呃 有人用的是windows7 呃 或者windowsXP 也有很多版本 像 XPSP XPSP 什么是吧 然后有人 可能用的新点已经开始在用呃 windows10 大家有没有想过 这个地址可能在不同的 计算机上 这个地址是不一样的 这个地址 因为 补丁的关系 或者我们写程序 呃 我写 第一句 第二句 第三句 第四句 第五句 如果大家写过程序 或调过的话 会发现这些代码呃 呃 一般情况下 我说的是一般情况下呃 呃 排除优化什么 这些代码是顺的下来的 然后地址是慢慢变得的 但有些版本可能呃 呃 加了一些新功能 可能你在这里 又多加了一些代码的话 那么 这些地址 就会 呃 顺序的往下 往下挪动嘛 然后造成了地址都不一样 那么 那 Windows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 就 引入了这个导入 导入表的概念 首先在呃 批文件里 有个地方 专门来存放这些呃 程序向系统 呃 呃 请求 函数的 地址 比如说我要用到 message 呃 然后他就把这个message box的地址放到这儿 成到一个地方 比如说我要用呃 什么乱七八字 get get window text 就是获取那个 呃 呃 窗口 呃 窗口字符的那种函数 然后他也会把 这个 东西 接下来放着 系统嘛 他为了优化 肯定是很老实的呃 排的很整齐的放着 然后可能一些壳会把它这些打乱嘛 这些我们以后再讲 然后很 很整齐的放着 然后就会形成那种 我们看起来 就是这就形成了我们所作的IT啊 就是导入表 就是导入表 这些导入表的作用呢 就是为了 让我们在不同的函数 呃 不同系统上都能用到这个函数 而不会出错 是吧 这些函数都是很老实的很整齐的排列 是吧 呃 呃 这些函数实现的代码都不是在我们自己的程序里 而是系统的DL 呃 就是系统DL给我们提供呢 那么 我们的工具 比如说 这个这个什么 导入表的修复工具 他在帮我们修IT的时候 他识别的这个地址 也就是根据系统提供的 系统 他认识这个7EFD 什么FD987 因为这个是系统 可以根据系统的导入表查到的 这个地址 然后呃 这种 这种 这种IT修复工具呢 他也可以自动的识别 识别到 这这地址代表的函数是什么 然后他就可以自动的帮我们 重建导入表 进行修复吧 他他已经获取到这些函数 呃的名字了 那么 大家有没有想过 如果我们把这个地址给改了 我们把这个地址给改了 改成一个值 比如说123456789 那工具肯定是不认识了吧 我们 我们 诶 诶 这个精神 是不认识 他第一个没识别吗 那就再改一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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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定位一下 用手工定位一下 自动识别 自动识别 可能识别不到这边 然后大家就会看到这里 它就有几个函数无法识别了吧 就出现这种否的效果了 那大家有没有想过 如何在出现这种否的时候 我们还让程序自动运行 还正常运行 因为这种地址是无效的 所以靠的时候 靠正地址肯定会出错的 大家有没有想过 呃 怎么才能 既让这种工具识别无效 但程序还能正常运行的办法呢 群里有想法的朋友可以说一下 大家 大家平时都没想过这种这些问题吗 既然既能让工具无效化 又能让程序本身能够正常的运行 大家也可以现在想想 有没有这种办法实现 大家想不出来或想得出来都可以 都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感觉吗 比如说我现在是个 呃 代码上是call一个API的地址 然后工具可以识别这个API的地址 然后就能知道我们使用了哪些API 然后就可以重建它的导入表 是吧 然后如果 我们把这个值给改了 一个乱七八糟的另外的地址 那这个地址肯定不是API的地址吗 那么工具肯定识别是无效的 工具识别无效 但这个地址如果这么改的话 程序如果调用这个地址 因为是一个无效的地址 那肯定程序也会崩溃吗 大家有没有想过 有没有办法让它直接能够 工具既然无法识别 但是我程序还是能够运行 大家 呃 那个 K度同学 他已经给我们答案了 我们可以自己先换内存吗 比如说我先换一块我的内存 我的内存 然后把这个API的地址放过来 放到这儿 放到我的内存里 然后我的内存里面呢 我就加个 跳到这个API地址 然后我把这个 XXXADDR的地方 我把它改成我的内存的地址 那大家觉得这种方式可不可以啊 我先跳到我的内存 然后我的内存中再跳到 真实的API地址处 那么工具是找的时候 看到的这里是我的内存 他肯定是不认识的 因为这个不是API的地址 是我的内存地址 那么工具肯定显示的就是 否 但是程序运行的话 因为这两个是等价的嘛 直接这么调用跟 跟这么调用的是等价的 汇编代码可以进行很多 很多变化嘛 很多变化嘛 所以说用这个办法 就会使我们的工具无效化 而且 无效就无效了一堆是吧 就可以看到我们刚才那个 油皮卡的大表哥 这么一搞 它所有的地址都变成 无效了 那么工具就 没法给我们自动修复了 但是如果我们人为的去看一下这个地址 我们人为看一下地址 发现我们人是可以识别出这个API地址 但是工具已经无法识别了 那怎么办 大家有没有 什么好的想法 就是说如果在工具失效的话 怎么样才能让这个工具 再次的起作用 在群里的 在群里的同学有没有想法 因为我只能跟群里的人说话嘛 那么既然现在这个程序的功能已经被我们想办法给 可能被壳的设计者想办法给无效化了 那么我们作为脱壳者应该想办法去对抗壳的设计者的这种想法嘛 然后用我们自己的办法使这个工具再有效化 有个朋友说了跟踪过去 我们确实可以跟踪过去 然后发现这个函数的地址 然后发现这个函数地址的以后我们怎么办呢 就算因为我们已经看到这个代码了 但是我们人虽然懂了 但是工具他不懂 那工具不懂就最要命了 有人说把那个新建的内存给去掉 那去掉以后我怎么调用这些函数地址呢 我们怎么调用这些函数呢 就像我们这里写的 如果把我的内存去掉了 那这个地址就是个无效地址 那肯定会出错的 大家还有没有想法 大家说嘛 反正在直播是吧 大家想到问题就直接问 随便问什么都行 手动修改 可以 就是说我们把这个API地址给手动给修改回去 是吧 那个什么颠分 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灰色也说了 改回系统的地址 确实 我们只要把这个 调用我内存的地址改成原来的系统地址 那么工具就会复活了 大家可以 大家可以试一下 我随便这里改一个 如何让工具再次的生效 我们把这个地址给改回去了 然后让它获取一下 都是无效有没有有效 它这个工具就没有显示有效的功能吗 应该是可以的 我把它改一下 改成我自己的设置的一个建议 建议 这个点显示无效的 是把有效的那个也 也给没了 反正这个肯定是会变成有效的 那么 如果我们一个一个去改这个函数的话 一个程序 比如说一元可能有 2000个IET 可能有2000个IET 2000个 一元为啥这么拥堵呢 因为就是 虽然我程序里面 并没有用到这个函数 但是它默认已经给我们导入这个函数了 然后还有这部分 的代码 所以导致这个程序 本身其实有很多无效的代码 有2000个IET 我们 假如说 如果我们假如说修复一个IET要用30秒 就不算找的 和那种 人工识别的 那么修复一个程序 可能需要多少时间 可能需要十多个小时吧 嗯 在那种 重复机械的 脑洞 人大概 大概大家觉得 你能坐在这里 你屁股坐在这里 开始修 从 修十个小时吗 那肯定是不可能的 我不可能为了这么个破玩意儿 在这里 做十个小时 我可以看电影 吃饭 什么 聊聊天 然后 黑黑K度是吧 这些都是可以做的 那么有没有办法 有没有办法 让我们 让我说的这些事情实现呢 是有的 就是我们 可能下节课会讲的OD脚本 我们编写一个OD的脚本 让它自动 自动给我们修这个地方 嗯 刚才 刚才有个 嗯 蚯蚓祥龙说 嗯 IMPR EC 可能对这种代码 还是能够自动修复 嗯 他是这个意思吧 嗯 但是我这里为了方便 所以没加什么别的 别的语句啊 可能 可能这种代码 它还是能够修复 我再把它加的复杂一点 那工具肯定是自动修复不了的 但是 我们 用脚本 肯定 它在某个点会出现真实的值 然后我们获取这个真实的时候 再把它修复掉 所以说我们 一般的程序 一般的程序我们 调用API的形式是直的 就是直接调用 它没有绕什么弯子 然后修复工具也能识别出来 它怎么回事 但是一些加密可 加密可 加密可 它就会把这个直的给搬弯了 你知道 烧死了所有异性链 太邪恶了 这个玩意儿 然后弯的 然后IT修复工具 它就识别不了了 就出现这种否了 然后我们大家 我们大家就是脱壳的时候 否 然后发现 IT修复不了 所以导致了 大家可能后续 都处理不了了 就是IT如果是 无效的话 可能在你自己的本机上 还能够运行 但是 在别人的机子上 一运行就炸 一运行就错 什么蹦蹦蹦 各种弹窗 其实原因就是 像我刚才说的那些 就是它把 IT的原理上 就是把它这种直接调用 然后 进行了一个 绕弯 就是 各种 在自己的代码里面 绕圈圈 绕圈圈 最后 绕完以后 然后再去调用 虽然说 在我们逻辑上来看 这个代码是相同的 但是 如果用工具来 自动识别的话 这个 代码就是有问题了 它就识别不了 那么 我们修复这种科 就需要我们 人工的把真实代码找出来 然后翻译到原来本身 本身的 位置 然后再用我们的工具把它修复 所以说 这个东西就是 相比我们之前的 简单压缩壳 就多了这么一个步骤 然后 重点难点可能 也都在这边了 现在可能 渴什么 有VM 这一段 有乱虚啊 有发指令啊 然后 都在这段 等着我们是吧 等我们往坑里跳 我们分析一个 VM是吧 然后本来我们手动 手动修补 可能10个小时 也把它修完了 我们分析一个VM 可能花了我们100个小时 都修完以后 发现自己都已经不孕不育 完全不举了是吧 做了这么久 所以说 这个东西我们肯定是 无法用人肉去实现了 就是修 只能用 可能我下次会说的脚本 来帮助我们自动的修复 我们可以看到OD那边 慢慢的帮我们再修复 我们旁边可以 跳舞啊 唱歌啊 洗澡啊 喝饮料 这种东西 就看到他们慢慢的帮我们 把IT给修掉了 然后我 再说一下TOK TOK呢 我觉得 不需要很多方法 我们只要掌握这一套 一套原因就行了 就是说出现这个情况是怎么回事 怎么怎么去OEP 网上可能说 我操UPS 能各种自操 是吧 躺着睡着 10种 10种办法拖UPS 那你拖了有什么用呢 拖了一种方法就行了 我用一套方法 什么什么可都能分析 什么可都能 都能拖是吧 你拖UPS用20种方法 就算你用200种方法 你把它拖了有什么用呢 它还是UPS用 你最后不是跟我的效果是一样的吗 所以说大家 知道了这个 知道了这个原理以后 为什么工具这里显示不 然后 找这个真实的地址 就找真实的地址呢 就看大家的基本功 能不能在 乱序什么的情况下 还能找到这个真实的地址 然后把它搬过来给修复上 下节课 下节课我会演示 怎么把大表哥这个壳给 这个壳给修掉 就是用这个OD的脚本 对 蚯蚓 降龙 他说的很对 有些壳出现真实的API地址 很难找 那么大家如果看过我在 我iPod上写的那些帖子的话 大家会明白 有时候我们真的找不到了 我们可以回归基础 就是 也就是说这种批文件结构上面的知识 就是 既然 壳要调用这个地址 肯定要获取这个地址 那获取这个地址 肯定在 某些时刻它可能会 去访问这个DIL的导出表吗 然后我们 找到这段壳的代码 在导出表 获取代码上下段以后 我们就可以知道壳是 用到了哪些地址 然后用这些地址再反过来去修复 这些 这些东西如果大家没有学过 一些基础知识 这些就是基础知识 如果大家没学过的话 就算你智商再高也是 想不到这种办法的 因为你根本就没有这种概念 而且也不是看各种脱壳教程 能够学会的 就好像一个六年级的小学生 在做题目 然后一个一年级的小学生过去看 他做六年级小学生的题目 然后那个一年级小学生看了一遍 六年级小学生的题 可能知道他也会了 因为他比较聪明 但是换一道题呢他还会吗 他不会啊 他只是记住了这个操作怎么而已 但他不知道为什么要怎么做 所以说很多情况下我们 应该在应该知道我们 现在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做 比如说我在调代码的时候 无限的在F7 各种代码我看不懂 看不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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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还是在F7 那我问你你的F7干啥 但有些人在F7 他很明显 他可能盯着一个寄存器在看 我要等这个寄存器变成1 我要找这个时机是吧 我要找这个时机 让他让他变成1的时候 就是我的目标 然后他在讲F7 那种是带有目的的 就比如说你玩游戏 你在游戏的时候 在出门打野 什么瞎逛是吧 人家瞎逛是为了 蹲我放大哥 让他保护一下我 你瞎逛你在发呆你在挂机 你有啥用是吧 完全没用 所以说大家做一些东西的时候 都需要有 都要知道自己的目的是干啥 如果发现自己没有目的的在做 或者是什么想法都没有 我觉得大家可以停下来了 想想我自己到底缺了哪些知识 然后静下心来补一补 或者说你连续调了一个程序 就是调了很久 但是可能调了两三个小时了 你还在调 那我也劝大家 那时候静下心来 可能洗个澡睡一觉比较好 因为那时候大脑反应已经非常迟动了 就算你明白你自己怎么回事 你可能因为你太疲劳 而把一些关键数据给漏过去了 造成你无限的在那边在找 所以说大家搞破解什么脱壳 老一结合一下 有时候玩完游戏看电影也是挺好的 大家还有没有什么不明的地方 我现在看着去呢 大家可以直接说出来 我和大家讨论一下也行 也好 就算他要必须在想中间 就算他要表现出新的 他的缺制非常辨论 这么多容易 因为我们也想在想中间 现在我与国家的两个地方 请问如何完美脱壳 我就想说 除你做的就不要来听我的教程了 谢谢 脱壳后如何吃掉壳的无用 脱完程序能运行就行了 你为啥要吃掉这些 无效在马 留着留着 反正现在内层这么大 你大个几兆也无所谓 看不出来 为什么有些脱完了 还是无法运行 这个问题也修复了 但你修复了什么 其实我们 我爱知道课程到现在 还有一个点没讲 就脱壳的时候 就资源那部分的修复 可能那个程序资源上也有问题 还得修复一下 为何要黑你们处女座 我也不知道 我就跟分了嘛 他们说处女座就这样 这样 然后我也觉得 确实处女座就这样 所以我觉得 重定位 重定位这个东西呢 以前在exe上面是没有的 因为在XP的时候 所有的程序 就是按照它那个P 结构上面有个 说建议载录地址 所有的程序都是按照那个建议载录地址上面来的 并没有ASL这种东西 所以 dse 它不会带 重定位表 但dl会有 dl会有 重定位修复 需要那个 看壳怎么给你那个 给你怎么重定位的 然后你再把那些信息给提出来 你再重建重定位表 确实比较麻烦 按E4A里面的三个工程级别的原理是什么 我从来 我从来不知道 我从来没用过这三个工程级别 我脱壳都是修到 让最傻逼的工程已经能识别了 然后 然后我再开始那个进行修复 所以我这种 这种什么高科技黑科技我全头不了解 下节课 下个节课我教大家 用 OD脚本 OD脚本进行修复 录了录了 用OD脚本进行 壳的修复 我觉得大家如果仔细看了这个壳 看了我这个教程以后 然后自己 本身我说本身有点基础 但是以前对壳 这块不太了解 我觉得看了这个教程以后 最起码 JP这种壳应该 JP的默认加壳吧 默认加壳吧 应该可以自动 可以自己完全独立的修复了 完全不用看别人的教程了 我觉得教程讲的太死了 所有的步骤按我来 完全没必要 我给大家讲了该怎么办 然后大家去做嘛 做不出来也没有缘分是吧 然后再想想怎么做 我觉得不是 不是 每个教程讲完 你完全就会 你为什么要花 比那个教程更多的时间 距离一点 然后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再去做 脱壳跟钓鱼是什么关系 这里我说一下 以前我读高中的时候 那时候 老板已经是 就是黑米利 已经是 各种脱壳了 什么他咪咪大 这种课 老板最喜欢脱了 真的 我高中的时候 那时候我特别崇拜 黑米利 那时候 经常去他的 百度空间上面 看他 然后看他进行 装逼 是吧 装逼 真的装逼 然后那时候 课也应该 比较 简单吧 然后 之后就是高三嘛 然后与世隔绝了 然后就 没怎么看 然后 大学以后 重新 怎么说呢 捡起这份爱好 然后 慢慢地学习这些东西 但是老板呢 他已经 那时候已经开始 不搞脱壳了 开始天天钓鱼了 所以他 越来越才 现在已经被我超越了 所以大家说 钓鱼跟脱壳的关系 就是你 钓鱼钓得越好 脱壳就脱的越菜 然后我们黑米利 已经完全证实了这一点 大家记住了 千万别去钓鱼 好好学习脱壳 然后黑米利已经 走上人生巅峰了 不能说巅峰吧 已经 已经把这些东西 玩得没兴趣了 那时候他也算是 比较屌了 我感觉 现在已经 可以把这些东西 交给我们了 他已经可以安心地钓鱼了 钓鱼就是傻子坐在那边 坐十个小时 从早上 半夜五点钟 钓到晚上五点钟 钓出来一条鱼 然后 在那个微信上面 很开心地 发一张照片 今天我钓钓鱼了 然后被蚊子 再咬 十一个小时 因为路途上 蚊子还要再咬一小时 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那种苦行生 修练自己的 节操那种东西 修练自己的情操 就培养心经营 就是说老大 现在已经 技术上可能遇到 那种 瓶颈了嘛 需要突破 然后 就是高手嘛 先要突破一下 心态上面的问题 然后才能有技术上突破 就是给我们的境界 已经是完全两个档次了 大家明白了吧 大家还有没有别的问题啊 就不要聊钓鱼了 现在这种东西 是吧 以后有机会 大家如果 跟着我们这套教程 走水平上去了 然后我可以 我把我的SE脚本拿出来 跟大家 讨论一下 是吧 我这里是怎么想的 然后这段代码该怎么写 为什么我怎么写 然后这个壳 我是怎么分析的 我都可以直播的时候 跟大家一起商讨一下 是吧 可能大家有没有收获 或者我也会收到很多东西 你们还有没有什么别的问题啊 我不想一上来 就给大家讲那种代码 就返回编代码 然后工具使用 因为我怕大家接受不了 所以我觉得第一节课 催逼催 催一点还是挺好的 让大家先慢慢的熟悉这个节奏嘛 作业下课以后再布置 其实我这节课最核心的一点就是 为什么那个工具会失效 而且如果这个工具失效了 我们再怎么让这个工具有效 我这节课的重点其实在讲这个 大家如果明白这一点就行了 S1就算了 拖壳我已经 其实怎么说 我已经 一年多没去 没去搞这件事了 就那个脚本是一年前写的 那时候特别感兴趣 VMP VMP可以请西莫师傅来讲 他是 他对VMP非常了解 我们现在这个阶段 老大就是定义 我们这些课程 面向的大众是新手吗 就是可能是无基础 刚开始我是很反对的 因为不能说无基础吧 最起码是有点基础的 因为无基础的课 确实没啥意思 大家加起来 而且我使用工具 我也不想告诉大家 这个工具 什么时候该点哪里 什么时候该点哪里 这有什么意思呢 是吧 一个课程可能就半小时 我告诉你 点这里 点那里 这里点几下 那可能有些人比较喜欢吧 但我觉得这样没啥意 我就告诉他 我觉得应该告诉学生的是 遇到这个问题该怎么办 告诉你一套框架是吧 里面的东西你自己去填 我就一个填空体 然后我框架给你了 里面的细节你自己去完善 没有必要细节跟我完全一样吗 让大家也有发挥的空间吗 中级班 进级班 看Family的意思 你就看到后半时间 我吹逼的时间 前半时间 我讲真正有用的东西 你没听是吧 大家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其实网上很多人说找OEP就是脱壳 这些都是错的 都是错的 因为找OEP只是脱壳的一部分 或者说 这个脱壳游戏刚刚开始 这个脱壳游戏都是刚开始 到了OEP以后 脱壳这件事才刚开始 对啊 他们有什么别的问题啊 吹逼吹不起来了 大家不问问题的话 吹逼老师呢 吹逼老师 吹逼老师有什么问题要问我 对 这个邱颖降龙说的很多 到OEP以后 万里长征才是第一步 所以说很多教程说 什么 找OEP就脱壳 什么 N种方法脱壳 都扯淡 都扯淡 我觉得可能是作者 让大家觉得 这个世界还是挺美好的 先不要把大家给吓坏了 先告诉大家 找OEP就脱壳了 其实 只是那是第一步 压缩壳 压缩壳脱不脱 其实也就那样了 机器动成脱 是吧 原理 讲一下原理最好 那个什么 大豪 什么 Maxwellhouse 你那个 你觉得 你最希望学到的是 哪部分的原理呢 我不爱K K动 K动爱我 K动爱我 大家都在说 想学原理 想学原理 大家有没有 具体的能说 那种 想学什么原理 你不可能告诉我 想学原理 然后我就 跟你讲 什么东西都讲一遍 古人都有 这么说 抛砖 隐喻 你先 认个东西出来 然后人家可能会教你的东西 教你的话 就是 会有后续的 让你明白的东西 所以说 大家 如果想学 想学原理 那你就把你 现在了解的东西 给说出来 然后你觉得 哪里有问题 然后我再告诉你 隐喻 隐喻 大家一起讨论吗 也不是我一个人 抛砖 隐砖 那有啥用 修复IT 那我 顶峰 我问你 刚才听完那节课 你知道 你知不知道 为什么 工具会出现 错误吗 就是 为啥工具 修复不了吗 就是那个 刚才 IET的修复工具 为什么会在那个 大表格上面 不起落用 修IET的时候 可加密原理 我不是讲了吗 就是一种 你 那个 Max Warehouse 你是不是从头开始 听到尾的 如果 我为了保护数据 对 工具是死的 但是我们离不开工具 离不开工具 如果我们 自己手动 手动化 如果一个人 非常有耐心 SE随便朽 人肉的话 随便朽 真的 但是你可能 得做个 100个小时 你做得了吗 可能很大 一部分人 都感觉 修一个 SE的IET 调用非常简单 但是让它 全部修下来 是吧 它可能得哭 是吧 所以我们最后 还是 调用工具 然后大家 最后会发现 只有用工具 来对抗工具 就是 很多人说的 用机器来对抗 这些 人家SE是个机器 它计算能力 可能是你的 几亿倍 是吧 处理能力 是你的几亿倍 它花了一秒 你得花一亿秒 这种对抗 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 我觉得 脱壳破解 最后我们 还得掌握 最起码的操作机器的能力 也就是说 编程能力 如果大家想继续 往下深入地学习的话 这部分是缺不了的 对 如果你想把这个壳 完全弄明白 你可以尝试 自己写一个壳 大家 对了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预期作业上面 有一个文件 叫真假难辨 大家有没有看过 就那个程序 大家认为 这个程序 有没有加过可 然后如果你能搞清楚 这个程序 到底有没有加可的话 那么 大家就会明白 加可的原理 到底是什么回事 比如说一个程序 一个病毒感染的 一个ESC文件 跟加可 以后的ESE文件 有什么区别呢 病毒感染的ESC文件 算不算加可呢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 病毒感染的 算加可吗 那个真假难辨 算加可吗 对 改了里面的代码 是 你说的病毒还是 病毒会改里面的代码吗 有些病毒会啊 有些病毒确实会 但并不说 改了代码就是可 改了代码就是可 这是 这是不对的 可能有些人认为 它就是可 但我在我看来 它不是可 因为 其他的数据 其他的数据 或者说大量的数据 都是能在 真实的数据 都是能在 最有 就本地文件本身 能够定位到的 就是 执行以后 跟 载入内存之前的 本地文件 数据是一样的 但壳呢 壳是不一样的 你本地看壳 被加壳的那段数据 你是看不到的 或者是一段乱码 但是 真正在内存 印象起来以后 就是 看得到这段代码了 就好比一段密码 你可能暗语 或者说暗语吧 你可能写在纸上 别人看不懂 只有你能看懂 因为你在脑海里面 能把这段暗语 给翻译出来 所以这个脑海里 比如说是内存吧 那你就知道 这个就跟夹壳差不多 所以说桌子上有段密码 你根本就不知道 怎么修改它的意思 但是 看得懂人 就知道它的意思 然后可以把 把它的意义 在这边脑海中实现 然后再把它记下来 这个就是dump的过程 那IT是什么 大家可能会觉得 IT是什么 我也想过 如果这个算dump的过程 IT是什么呢 如果图片里面 有个 有个番茄 我这里说 图片里面画了个番茄 就是 就是这玩意儿 就是这玩意儿 大家看直播的 应该能看得到 这个南方人 都会叫它为番茄 那北方的 东北那块的 我都会把它叫做柿子的 但是柿子在南 南方人 那边说的话 柿子是代表 另外一种东西 另外一种水果 所以 IT这个东西就是 在不同地域 在这个例子中 就是在不同地域 给告诉这个人 这个 告诉东北人 这个也是柿子 告诉南方人 这个叫番茄 就是这么个用处 其实它指的 都是一个东西 但是不同地域上的 文化有差异 所以导致了 教法的不同 导致一些误解 这就是IT的作用 大家有没有要问呢 也可以问那个 池老师的三维 三维体重身高 多行 也可以问我的 现场直播 招亲也行 现场直播招亲 你有什么妹妹 姐姐 都行 好 所以 我事实是